地处北垂的赵国 自立国之初就不断与游牧北方的胡人部落发生冲突 胡人短衣窄袖 长弓硬弩 马上骑射彪悍异常 赵国在战斗中常常处于劣势 英明国感的赵武林王毅然决然照令全国 一风一俗仿效胡人实行胡扶齐设 这个破天荒的赵令像一块巨石投入深潭 让全国上下目瞪口呆 最强烈的反抗恰恰来自王室 来自赵武林王最宠爱的小儿子公子和 师叔李悦勋淘出来的翩翩公子怎么也不相信 先进的中原大国竟然要学落后蛮糊的样子 在河之中 妖嬌淑女 君子好悠悠 求 冠冠聚酒 在河之州 妖嬌淑女 君子好悠 君子好悠 哦 君子好悠 妖嬌淑女 君子好悠 君子好悠 冠冠聚酒 冠冠聚酒 在河之州 妖嬌淑女 妖嬌淑女 君子好悠 冠冠聚酒 在河之州 妖嬌淑女 君子好悠 君子好悠 哦 君子好悠 嬌淑女 妖嬌淑女 娖嬌淑女 精子好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主王 主王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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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队将军 拜见公子 李队将军 末将不能 未能保护好公子 李队将军 你不必自责 你可知 我家父王现在何处啊 末将拼死立战多时 大王 想必已突出重围 与援军会合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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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医将军 可是 我家父王让你们前来接应 怎么 大王没有和你们在一起 大王已突出重围 怎么你们没有遇见 我们一路行走也在找寻大王 莫非大王他 不 父王不会死 父王不会死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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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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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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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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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老公, 老公 老公, 老公 老公,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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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父王 父王 东湖蛮夷 记住我这一件 来日我赵国必报 今日兵败之仇 走 众位大人 父王今日不上早朝了 请各位先回去 等候代王召见 遵命 带王回到邯郸已经五天了 一直不上朝理政 不知有何用意 带王心高气傲 此次败给胡人 心情一定郁闷 也怪我们做臣子的无能 几乎害得带王难以生还 好勇选强 自取其辱 他这个人 遗相如此 东湖猖獗 驱禀征战是应该的 只是带王 又何必亲政呢 只有卸甲抛衣 假扮胡人之时 以不离看来 此事绝非吉兆 是凶兆 这几天 我也正在为此事忧心 忠人之所以异于蛮夷 正在于还有圣贤之所孝 仁义之所识 衣裳乃圣贤理智 怎可以随意抛弃 再说 堂堂一国之君 竟然扮成胡人的样子 岂不混淆了下夷之分哪 慕后 阿和 慕后 阿和 快进来 儿臣参见母后 免礼快过来阿和 母后 你可知父王现在何处 你父王心绪不佳 你现在不要去见他 母后 父王这几日未曾临朝 大臣们议论很多 怎么 你也信他们那些话 孩儿自诱读圣贤之书 明白世间万事 当以礼法而行的道理 可父王所为 实在令孩儿不解 你父王是一个 顶天立地的英雄 世间没有能够 约束他的礼法 阿和 在几个兄弟当中 父王最疼爱的就是你 这回 你们父子出生入死 共惊患难 我想 你父王很可能会让你做太子 母后 长幼有序 孩儿不敢存此非分之想 孩儿只希望 自己的父王能成为人德之君 孩儿愿舍弃一切功名富贵 你怎么不像你的父王 母亲儿 母亲儿 各位先王 我赵国近日败于胡人之手 儿孙愧对祖先了 眼下赵国稀有强勤 忽视眈眈 内有中山 助纣为虐 东陵胡人日夜骚扰 而赵国国势日衰 儿孙不能眼看祖宗基业 毁于一旦 只有历经屠治 赴国抢兵 儿孙愿祖宗福音 扫平四林 挥兵渡河 有赵一日 一同海内 称霸天下 扫天之下 唯有你知道寡人的心意 是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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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不召集群臣 共议朝中大事呢 孔华连篇早已成了朝中弊病 我即位以来 听到的已经够多的了 你再看看朝中的这几位重臣吧 程伯本来就不服我做这个王位 张儿身为长子不思奋进 虽胜负贺 还有 天不离 他默愣两可 有话不肯直说 非议倒是眼光长远 可他老称持重 不愿得罪朝中重臣 其余的大臣东拉西扯 言不及义 都是空谈之辈 代王 你觉得阿和怎么样 你生的儿子当然是好样的 代王 这可是在宗庙啊 我赵王庸想做的事情 又何必理会在什么地方 道之以正 其之以行 明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 其之以礼 由耻且隔 道之以正 行之以礼 不认识 父王 父王 儿臣参见父王 阿和 你读了这么些书 依你之见 何为治国之本 孩儿以为强国之道 乃在于为政者要有人爱之心 父王 父王 孩儿所说绝非孝胆 若为政者无仁爱之心 又何以教化万名 自古圣贤这云 道之以德 其之以礼 由耻且 好了 阿和 你真以为礼仁爱能使赵国民富国强吗 适得者昌 适利者亡 以武力治国 恐怕 国运难以长久 以你之见 父王治国也是威武刚盟有余 仁爱之心不足了 孩儿不敢 孩儿所言均是遵从圣贤之教 自古圣贤多是胸怀无用之血 穷困潦倒一生 而后人对他们却奉若神明 以他们的学说为无上至尊 我们华夏的后人 就是沉迷在这些无用的书籍之中 才变得如此的软弱无能 才任由东胡和秦国这些蛮夷之邦的欺凌 父王 一下之别正在与礼仁爱 倘若舍此为人之根本 又与秦寿何意呢 如此说来 父王当日身着胡服混迹胡人之中 也是以秦寿为伍了 父王胡服其舍 立降满矣 此乃永世所为 非一国之君所为也 小小年纪于福至此 看来礼仁爱之说害人不浅 来人 父王 把这些书简统统烧掉 寡人不能再让这些愚妇无用之说 遗害赵氏子孙 父王 这些书简是历代圣贤兴血宁记而成 若回此书简 莫若要了孩儿的性命 父王 呆王 呆王 阿和您又无知 你就饶了他这一回吧 阿和 跪下 看在母后的份上 跪下 大王 大王 我求求你了 虎之小子 当初还不如让你命丧 胡人之手 阿和 不错 我的儿子 只有一句话你说对了 那就是胡扶齐射 不错 父王就是要胡扶齐射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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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错 放心 这些都是我赵国的将士 大王之义是要 胡扶齐射 胡人姓如狼和狼相斗 自己就要先变成狼 大王 大王 大王的意思是要 废除眼下这宽大的 上一下伤 正是 这东西是样子货 宫廷里一派得上用场 可一到战场上 全成了雷坠 大王真下决心要像胡人那样 上桌短衣 下桌长裤 腰间 也束上一条皮带 正是 兵车也要废了套 改用骑马 就叫 就叫骑兵 胡人以骑兵取胜 那么我们就以骑兵对骑兵 大王 一风一俗 难道就不怕赵国的臣民非裔吗 寡人此举意在强兵复国 何惧他人的议论 大王 英明果断不去旧礼 利其民变其事 我赵国强盛有望 胡福其社 不仅仅在于利其民变其事 寡人意在培养起我赵国子民的野性和血气 以野性之躯血气之勇 这样我赵国方能和东湖秦国这些蛮夷之邦相抗衡 带王深意 只怕朝中重臣难以领 胡福其社 先从王室开始 中原的利益伤起不能实行 你竟然赞同国君 消防忙活野人 你 这不是明明的败坏赵国明峰吗 陈伯 不要动肝火嘛 贴莫伤了贵体呀 替我转告国君 圣贤之教不可违 祖宗之法不能变 你请吧 在下告辞了 殊不远送 好 阿赫 你这次可不能再惹父王生气了 这回父王同时召见你们兄弟三个 一定是与立太子有关 你可千万不能对胡福其社 提出异议了 母亲 大哥 三弟 二哥 阿胜 你养了门客 成了气候了 也不到宫里来了 母后说哪里话来 阿胜虽不是母后亲生 可是跪个腿呀 讲个笑话 给母后开心 总比二哥还强 阿张 你也好久不进宫了 母后 孩儿有一要事要禀报母后 讲 为父王推行胡胡骑射一事 王氏宗族都寄到三叔家去了 他们要做什么 他们能做什么 一帮遗老遗少 就会坐而论道 整天喋喋不休 阿胜 父王 父王 代王 儿臣拜见父王 阿胜 你说该不该胡福其社呀 父王 孩儿想该不该胡福其社 只有同胡人交过手的人才懂得 阿胜 父王顺应时势变革图强 立国立民公在社稷 孩儿忠心钦佩 阿胜 你说呢 父王 孩儿闻之 圣人不亦名而教 智者不便俗而动 自古先王都是以圣贤之礼教化万民 而父王却反其道而行之 以胡人风俗来辩先王之礼 海儿 以为不妥 阿和 让他说下去 胡人生性狂野 不知君臣父子之分 不懂掌幼尊卑之力 孩儿担心 今日习胡人风俗于前 来日就有弑父杀君于后 好 阿和 老师哥 你说得好 父王本有几分犹豫 经你这么一说 父王主意已定 来人 素背胡福 寡人从明日起胡福上朝 是 父王 寡人 寡人倒要看看 日后会有什么样的人 能够置寡人于死地 父王 京队 是啊 这几天我夜观天象 夜夜有流星 这是上苍在报警了 是啊 听说河水更深了 我还听说咱们中原人一穿上胡服 立马天再生病 过不了三昼夜就要死的 是啊 这是上天的报应 是啊 说得好 对吧 说下去 拜见大王 看看寡人是死人还是活人 这 这 寡人穿胡服已经八天了 大王 你不能穿夜蛮人的衣服 你不能废弃祖宗的制度 大王 是啊 大王 立法制度都是人定出来的 时事变了 立法制度也应该随之而变 吴越之人剑发纹身错必左任 可是吴越却与东南小国相继称霸中原 就是因为他们的民风古朴强悍 看看我们赵国强敌环绕虎狼溃态 而举国之民宽袍大秀文质彬彬 祖宗的江山业绩就要断送在我们手里了 所有赵氏子孙也会死无葬身之地 孙叔 如果去掉一身旧衣裳 得到的是中膳燕带云中九园的大片土地 你说值不值得 大王既然要继承先王的遗志 悲臣怎敢不听命 好 好 从今日起废除兵车 该以骑兵征战 上下臣民一律改创胡府 寡人定要以胡府骑射 学习兵败之耻 重振祖先雄风 大王 如果胡府误果 寡人自会退位 以谢我赵国臣民百姓 有此事 师父 下人 小皇 下人 下方 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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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年前的今日 寡人梦见一位美人 于邯郸城外 扶琴儿歌 梦醒以后 寡人跑遍了赵国各地 几乎用尽了宫中两马 终于找到了 这位梦中的欣赏之人 把她接入了宫中 二十年了 连阿和都这么大了 吴娃你却一点没变 寡人却老了 可在吴娃眼里 大王永远是春秋盛年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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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人 你怎么就 大王 大王 这么多人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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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不可 大王 寡人想干的事情 又何必在乎是什么地方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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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对我们的儿子 一点也不关心吧 你想说什么 策立太子之事 不知大王 不知大王 大王 你真的不喜欢阿和吗 吴啊 你知道寡人为什么二十年一直宠爱你吗 就是因为你从来不过问朝中之事 大王 大王 你我恩爱多年 虽然阿和不会讨你喜欢 可你不能不为我们母子 着想一番 大王 我求求你了 大王 大王 阿和 阿和不该如此 他是你的父王 你敢造反 父王 你不能这样对待母后 去把母后扶起来 去 你天天把仁义礼孝挂在口边 这就是你的仁孝之道 你以为这样就能当上太子 孩儿从没有想过当什么太子 孩儿只知道 母后绝不是你手中的玩物 你把母后扶起来 把母后扶起来 我母子 今夜就离开这里 今生今世 绝不再踏进赵国一步 去 大王 阿和不迟 你千万不要怪他 大王 阿和 快把奸放下 阿和 把母后扶起来 破了 不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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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和 阿和 你的心术太差了 阿赫 大王 请你宽恕他吧 放开他 阿赫 阿赫 站住 你要去什么地方 海儿已经说过 从此以后与母亲浪迹天涯 今生今世 绝不再踏进赵国一步 你以为我会放你走吗 大王 大王 你若走了 何人来继承寡人的王位 大王 好 開 我 朝 去 了 赵文 赵俊 周少呢 为何还不至此 大王 赵文卧病好几天了 赵俊原是要来的 走半道肚子疼 周少 周少大概也病了 出征在即却结伴生病 怕是生的同一种病吧 我看是胡福病 得胡福病的恐怕不是他们 而是赵国的臣民 父王 带孩儿去传唤他们 慢 我看他们的病根是在三叔身上 大王真是抬举老臣 老臣何德何能有此神通 以老臣推想 众臣不来必有缘由 三叔 这些人平时都是三叔的座上客 就有劳三叔将他们一一招来 对 臣无能 臣既无福重之位 又不曾空口许诺 以何相招 好 既然三叔推妥 寡人只好亲自处置了 来人 有 将赵文 赵郡 周少 一一诛杀 替他们的人头来见寡人 是 是 大王 他们都是王师宗亲朝廷重臣 若进行诛杀非恩义之举 唐要责罚赵承愿一人担当 三叔 你也是敢做敢当之人 寡人成全你 把赵承押出去 斩首失众 是 大王 大王 你真的要杀我吗 大王 我冤枉 父王 陈伯是你的亲叔叔 你不能杀他 大王 陈伯乃赵国宗室 有功于国 请饶恕他这一次 大王 大王 饶了大王 《大王子宗室》 朝廷之上 人命其同儿细 你等不必多言 父王 你身为君主不讲仁义 何以面对赵国沉迷 放肆 赵成反对胡夫齐社心怀意志齐罪当中 再有为赵成求情者杀无赦